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子今天来到这儿 真是我都没想到哪有这样的观众 我们有八年了 对啊 我一直在看啊 我从这个栏目开始创立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一直在看 其实是每天都在看 我见你啊也是一幻一针 我记得当年呢在电视上 头一回看见他是报这个吉他 在唱歌 哎呀 反正迷迷迷惑过我一阵 老师并不如烟 何导 好像你们俩也有渊源 是何导的父亲 是他的同事 是我妈妈的同事 是他妈的同事 但是小时候我们不认识 对对 很后以后才知道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圈里的嘛 最近这个一个圈里出事了 这个导演们之间呢 这个发声不和谐 所以何平先生作为导演协会秘书长 要出来谈呀谈呀是吧 没有没有 你见得贾张科和张伟平 这两个人互相发表公开信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从我这个职业角度 我觉得电影呢 这个东西还是一个 所有电影人的事情 就不要同时操歌 同时操歌 相间何太极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电影 都会有他们一个固定的一个观众的群体 然后呢 就是说 你拍一部电影 你应该知道你是为什么拍的电影 你比如说拍这个艺术电影的 是吧 贾张科导演 他应该知道他的市场在什么地方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阵地 就是你要越过你的阵地 去到另外一个阵地上去 你应该想好 那你比如说这个张伟平 他来做这个黄金甲 他的市场定位 他已经很清楚 是吧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拍自己的电影 大家都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用电影来表达观点 而不是电影拍完了 大家在那 在那互相在论战 因为这件事情 我看了一些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就为什么要出来说这么多话 我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吧 是像一个 三家好人票房不好吗 我觉得票房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我觉得电影完全是 他这两个电影完全是不同的类型 对 你像有些 我想作为导演 作为搞艺术创作的人 都希望很轻松的去创作 就拍我自己想拍的东西 或者唱我自己想唱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会考虑到一些票房 这个实际上是对创作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包袱 他现在票房是包袱 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 因为他不能轻松的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完全自我的去创作 那你想比如说你唱歌 你是为了自己这样满足高兴 还是说我还是希望我的歌大家伙都喜欢听 我跟你说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阶段性 就是有一个阶段性 另外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有一个歌手叫朱哲琴 对 咱都知道吧 其实他海外这个唱片卖的非常好 但国内可能相对就会知道他的人 或者说感兴趣的人就会少一些 但是他是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做自己的音乐 你等于是现在电影 包括音乐 我都觉得是买方的市场 不是卖方的市场 你比如说你一个电影要进院线 要由院线来选择 我用多少块荧幕来去放你的电影 那他有一个商业的计算 对吧 我在同一时间内 如果说我的上作率放你的电影4% 放他的电影70% 我当然选择 在相固定时间内效益最高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在商业 在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一个环境下 你不能政府也不能出来 要求商家说你不能放某部电影 必须给某部电影提供多少空间 现在我觉得不能够 现在两方面都都指责对方有猫腻呢 你像有猫腻 说是跟那个什么电影节主席 说是他的电影的投资人 这边说猫腻 说你跟那个数字院线签了什么秘密合约了 把所有的院线都垄断了 不在商业竞争上只要是不违法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对吧 他就是签了一些秘密条款 我觉得也很正常 对吧 因为他的投入大 因为他的整个影片是要在全球来收回成本 来体现利润 是吧 那他就必须要每一个战场都要打 而且电影的决战 甭管你投多少钱 胜负10天 还有人说是一周 就一个礼拜 就是现在稍微长一点了 尤其是贺岁大 稍微长一点 也就是说他的决战期就这10天 就10天你成败 就这10天论英雄 所以他必须要去全力以赴去做 论英雄 甲张科现在是个悲情英雄 那也不一定 训情英雄 因为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在 因为他据他说 我看电视上 他在海外已经卖了4000万人民币的 有这样好的收入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 作为对于艺术电影很大的胜利 你说的这个 还有这说是都让我想起 你比如当年有人骂这个冯小刚 还叶燕 现在又有人说 就你包括你讲贾张科 我发现有不少人的理由是什么 是串行 就感觉你原来是干这个的 你现在要跨到那边去 这个事本身 你像那天咱们俩聊天 我就会觉得 你像我尝试过歌唱 我还尝试过演戏 我还尝试过办酒吧 全失败了 我就觉得任何一件事 搭出咱一辈子的经历 咱不是天才 你才能干到一个勉强的一个水平上 你何况说跨到别的这个行当上去 因为你从两个导演不同的选材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一谋导演是追求他的作品的观众的最大化 这个贾张科导演是追求的 他的作品的人文精神 两个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目标是不一样 两股道上跑着车 对 不要再 就像你刚才说 一个是进超市的 对 一个是进专卖店的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咱你像刚才说 一个礼拜十天 之后再想看这电影 有时候找不到这个电影院去上那去看 可是我知道在国外 他有专门放艺术电影的这种剧院 对 你可以长期的长年的 我想看一些欧洲的小制作的一些什么 我关注的一些电影 比较艺术类的电影 我专门到某一个电影院去 可以看到这样的电影 可咱现在就找不着了 这个电影上演之后 这一轮过去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个电影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分流 就是观众的定位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对 我跟你讲 你说的这个我特有体会 我就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你比如说 你像冯小刚就说 你人不能想名利双收 对吧 你比如黄金奖票房这么好 妈 那是正常的 你怎么能两头 怎么能叫好又叫做呢 可是你看好多好莱坞的大片 它是能做到叫好又叫做的 也就是说 咱得承认 你这个大片 咱们现在也是刚开始 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它还难以做到各方面的都讨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说起来 我就基同鸭讲 不同行的人的 说起话来 基同鸭讲就剩下个吵 但是你看得了我的兴趣了 我现在发现 他们谁对谁错 我不太关心 我比较关心语言 比如说咱说项面 还有可以项语言 你看这个不同人的语言 跟他这个人 我只要举出例子 你就能看 你比如陈凯歌 他的名言叫什么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这个人脱眼而出 对吧 你在看贾张科 说我不要黄金的光泽 我要好人的尊严 什么文化含量 道德含量 这个叫文艺腔 他拍文艺片的 是不是 你看张伟平 那个什么都叉叉都出来了 他一种江湖草莽 英雄的一种姿态 你在看这个王硕 最近王硕 你这就出来说了 王硕这语言也挺逗的 说就除了听说是 那个也是学哈姆雷特 那个也是学哈姆雷特 哥几个没别的干的 就剩装修了 就感觉像拍大片 你看 而且你比如 我跟你说 他特走 你看这个王硕的语言 这作家 咱可以学习学习 他就说都奔着大片去 就是说我们的思路 往往就在于找一个正确的道路 唯一的道路 就跟那个开车堵车似的 其实本来你也没走在坑里 就是见不得别人快 旁边 他最喜欢开车 旁边 过去一车头 立刻就觉得自己排错队了 马上掰进去 并进来 你就瞧在这忙着 你看王硕说的 跟在马路上边框似的 边框 你看这个语言多生动 边框 就造成这个样板戏 还不是样板戏 样板戏还八个呢 大片一年只有几部 特别逗 就好像是天音 太阳忽然出来了 大家一块指着一帮古代人喊 这是电影 你看这是王硕的语言 你要照冯小刚 更逗了 这方我刚说什么 就是人家都说中国的几个导演 凯爷是奔行而上去的 张爷 张艺谋注重细节是行而下的 姜文 姜爷是直奔生活去的 我觉得贾爷 就贾张哥 也不必有怨气 威尼斯拿了金狮回来 也是一媒体英雄了 其实猫有猫道 鼠有鼠道 我们就是鼠道 我们就是奔着票房过亿去的 你发现没有 他每个人的语言反映他的神采 没错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园子 你说你现在你看娱乐圈 就是跟早年不一样 早年好像大家 至少表面上显得很团结 对吧 现在公开的都开骂了 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圈中人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估计是被逼的 被什么逼 被逼 被这个市场 被这个所有的这种 名啊利啊 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没错 不一定 你比如说 我觉得 你不是一谋导演 拍了很多的艺术电影 当年 我觉得是很好的艺术电影 也有很多 很深刻的人文精神在里面 但是呢 他一定要去 用另外的方式拍另外体裁的电影 在另外的一个数字上 证明他的成功 对 你不是他要追求票房的最大化 对吧 这是对他是一个新的挑战 他有权利 作为一个导演 有权利去追求这个 当然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他追求的很成功 是吧 他就要在不同的方向去证明自己 那这他就是不断的去挑战 因为他也拿了很多的国际奖 但是你比如说要换一个年轻的艺术片导演 要去在票房上去证明这些东西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眼瞅着说 他现在票房就要奔三亿去了 对 你又不得不承认 那这某种程度上 他是把握了这个市场 可是这个电影啊 大家又都骂 就是好像觉得看 现在文涛 我觉得这个骂人成了一种风尚 成了一种事 无论是网络 可能是由于网络的存在 大家反正说话也不负责任 想骂什么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到时候呢就是给这种老百姓草根 有了一种这个话语权 有这样一种快感 表达的快感 但是就是这个骂 其实后来我想想吧 也不说明任何问题 你就骂了 他这个骂呀 跟这个中国的观众 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的观众 我花了80块钱 10美金 我去看一场电影 我不喜欢 我站起来就走 中国人是什么 不舍得站起来走 是吗 对 大部分人都是看完了出门骂 你不喜欢可以站起来就走 然后呢 你不不舍得 然后完了还什么呢 下一次张艺谋的电影吧 他还去买票看 然后再拍还看 看完出门还骂 他成了一种消费的惯性 他是一个 就是我还是说我们电影选择少 就是尤其把老百姓 要他花几十块钱进到电影院 现在票价挺贵的 没错 不过和平导演那个天地英雄 我还是到那个电影院去看 对 对 赶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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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 长辈们都是朋友 是吧 老片 我最近喜欢看历史 我看这个中国几千年历史 我有一个偏见 我感觉 这个就摆脱不了一个命运 都是大群大群的群盲 是吧 人民群众 老百姓 被一小撮的 别有用心的人 我别有用心不是贬义词 也可能远大志向 被别有一小撮 别有用心的人 忽悠来忽悠去 忽悠来忽悠去 所谓这个 你不都是这个吗 到今天也免不了啊 你比如说你网上 那个一个什么小破事 我跟谁上床了 其实 我就忽悠你啊 你就都来给我增加点击率啊 对 我就名利双收 电影也是啊 是 大卡死 大明星 这荒的奶子营 管你是什么 什么原因 不怕 对吧 制造话题 过去两起超车的 鼓动风潮 造成时事 但是你像你说那种 美国欧洲啊 我看啊 那儿的人吧 他是这个多元化比较强 没有特立独行的人 那有些人 我不要看这个东西 我 他有很多去处 有选择 现在是大家伙跟感激 没脱了感激的心理吗 就是还是选择少 对啊 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 在国外是每一个人 做什么事情自己想的很清楚 你比如说这个武帝埃伦 他去拍他的电影 那他呢 也没有那么大几千万美金的宣传公式 他就去努力拍他的电影 然后他去发行 他肯定不会说 为什么给斯皮尔布尔那么多的荧幕 而只给我这么很少的荧幕 他不会讲这样的话 这就文化背景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 有说到小制作电影 可能也有偶尔会有个奇迹 像前两年有一个布莱尔女巫 好像也是很小的制作 但是赚了大钱 好像 那是观众选择的 就当你进入院线 只拿了十万美金不到 去宣传一部电影 然后他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 商业奇迹 其实中国的去年也有一部戏很好 叫疯狂石头 对对对对 三百万拍的 然后呢 两千三百万做收票房 对吧 光在大陆 所以像 这就是观众选择 我看疯狂石头 那个宁号 我觉得这哥们够惨的 我那天看 就是说 饭都吃不上 曾经有一度 穷的 那就没钱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放不下MTV 因为呢 我靠电影啊 养不活 我还得去拍广告 拍MTV 甚至还呼吁你们电视协会 是不是解决一下 我们基本收入的一个 维持个稳定生活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当有些导演成功了 拿了很多国际奖 或者票房上 也有很大的成功 以后 忘了拍电影的初衷了 就是说 当初拍电影 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拍电影 对 没有钱的 他说这个 我再问你 你是这个 对歌唱的初衷是怎么样的 喜欢的 肯定是喜欢的 我那天看见那个周璇 你不说他演电影 也怎么着 但是他就说 他天天都唱歌 他一辈子 天天都唱 走在街上 他随口就唱 他说 那就是唱歌 但是不是他的生命了 你呢 我最初也是因为喜欢 我最小是拉二胡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 所以我对音乐 包括电影 因为生活在一个电影的那种家庭里面 所以也一直都是喜欢这种文学 什么艺术 但是你遇不遇到所谓人家说媚俗的这种矛盾 当然会有 你喜欢唱的和大家伙 这个矛盾永远存在 我跟你说 这个矛盾到现在为止 只不过现在就说 我更可以随心所欲一点 我觉得还是要注重自己的表达 但是你永远不能考虑 不能不考虑坐在台下的一些观众 而且我会在不同的场合唱不同的歌 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比如你到农村去慰问去了 你到工厂 对去慰问 你要考虑到坐在台下的观众 他期待的你唱的是什么歌 一定是他熟悉的旋律简单的那些老歌 上口的 上口的 一唱 他能跟着哼哼 能嘴里能动换两下的那种歌 但是说实在的 那未必是我最喜欢想唱的歌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永叹调 不是 那我唱不了 还是喜欢一些自己喜欢的那种比较抒情的 或者喜欢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 或者一些英文歌什么的 还是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和观众有时候会有一些 有时候会有重合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你要在 尤其是在舞台上演出 就是直接的这种交流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他们 或者在选举的时候 比如两首这样的歌 两首那样的歌 或者是两首新歌 两首旧歌要搭配起来 跟我们一样 花叉着来 花叉着台 中庸之道 我跟你说 我听他们有下去 为了演出到农村地区的 一线上演员跟我说 那是怎么证实 像陈方言他们明星一来 农民群众都很兴奋 都要站起来 你知道吗 但是旁边有警察 拿着个长长的竹竿 就噓噓一下 然后噓过以后 是有这样的 咱们聚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想说 我想说 我听何岛有点站在 非贾张科的立场 没有 我比较公平 站在秘书长的立场 我想起贾张科 这个三峡好人 跟一个画好友一比 贾张科跟画家刘晓东 本来就是朋友 因为刘晓东 画一个三峡的 新移民的画 他去拍纪录片 叫东 在兴起一个念头 说拍一个三峡的电影 是这么个姻缘 但是你看 他这个三峡好人 好像说投资600万 但是刘晓东这一幅画 创了天价2200万 你说当时 我在香港看报纸 咱也外行 我这话怎么就卖2200万呢 所以就到处打听 咱们可以看看他这个照片 后来这个画家们跟我讲 说这确实是个画时代的作品 就是说这个是 刘晓东本人 也是特别好 能传之后世的 这这很多画家都很高评价 这咱怎么看呢 我还讲话呢 就比如说那人画家跟我讲 他这种构图 是比较显的 就一般很少这么 这么一个道 道的这么一个 然后背后是那种空旷寂寥 这么一个构图 而且作为油画来说 他实际上有点借鉴 中国画里边的散点透视 就你看 他不是像西方那种 就是说你能纵身延伸下去 能找到一个交汇点 没有 他是吸取了中国画的这种散点透视 主要是人物的这个表情 你知道就是 而且那个你看他死鸭子 还扔到天上 然后这三个小孩 手里都拿着刀 拿着枪 旁边是那个被炸的那个民房 那个废墟 就是迁移 就是说他画人的这个笔触 也比较生猛 就是过去据说咱们国家画人物 这么画的不多 就画的特别 我去过三峡库区那个地方 我觉得很真实 那种人物的神情 就是他画的这么一个样子 包括那种女孩子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有人说这个画让人感到一种悲剧感 就看这个画 所以我就还想 他这个画让我感到一种悲剧感 其实这个画 我倒觉得这个画 它其实在画界还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画界 基本的画比较沙龙 就比较是某一个风格的 跟现实没什么关系 人家说他这个 他还是比较在关注现实发生的事情 进入了现实的那一刻 对 但是从这个画的来讲 人家说与其说他是现实主义的 不如说他是自然主义的 另有一种真实 但是我讲的是说 谁出这两千两百万 是个女老板 我跟他还见过一面 现在很多女大款 女富翁 一看他这个脸 怪不得他买画 他就很有雕塑感 我觉得这个 是吗 而且你知道 一看就是个成功者 因为什么呢 就是那种 我跟他交谈 我说这个青春 你买了这个画 他说是吗 那做一期枪枪三人行吧 咱们应酬吧 我说这算是个好主意 我说但是你得给我看看 我有机会 你买了我看看 好啊 你们枪枪三人行 就在我那个画前面做吧 人家很有商业头脑 商人 请一个他开一个餐厅酒吧 请那个菲律布斯大 一百万欧元的设计费 他过去也是文艺姐 也是在文艺团 部队文艺团是一到五二场 就这装修就花了两个 我说这个人